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无论在私塾 还是在家里都一样 每日寒窗苦读 希望有朝一日缠工折柜 光耀门眉 可是 有几个童窗总是爱找他玩 扰乱他的注意力 使其不能安心读书 一天 李凌云想了一个办法 写了一个猜谜对联 贴在了门上 上联 古月门中士 下联 延青山上山 几位童窗看到后 便再也没有人来打扰他学习了 旁人大为不解 都不知何意 有位私塾先生看过对联后 大为赞赏 并为大家解开了谜底 上联 古月为胡 门中一个是 乃是闹也 下联 延青为 请字 山上山自然是出字了 上下联合起来 就是胡闹请出 此联一出 自然没有人再去打扰其读书了 此联展现了李凌云的机智与才华 也表明了其志向 两耳不闻窗外事 一心只读圣贤书 苍天不负有心人 刻苦攻读的书生李凌云 在县 福 愿三次应试中都名列第一 中了秀才 人称李秀才 大家都觉得 李秀才后生可畏 照此发展 前途不可限量 他日必能缠功折贵 一直对此坚信不移的 就包括城中周家米店的周老板 李秀才虽家境贫寒 但后生可畏 志向远大 才华不俗 假以时日 必能辉煌腾达 若能招其为序 周家日后无忧已 古语云 风起于清平之末 浪成于微蓝之间 有交于微末之时 在其势微力薄之时 招其为序 必会心存感激 倘若在其辉煌腾达之后 未必能高攀得起 但其千金周瞧瞧却不这么认为 在他眼里 李秀才只是一个酸腐 不通世事的穷书生 而自己那长得风流倜傥 对京城新鲜事物了如指掌的表哥 才是其心中的真命天子 周老板的千金周瞧瞧 人如其名 生得乖巧可爱 从小就古灵精怪 聪明过人 目前戴子归中 出落的亭亭玉立 正是那含苞待放的年龄 周瞧瞧有个贴身丫鬟 名叫翠翠 自小父母双亡 周老板念其可怜 又与小姐年龄相仿 便买来与小姐为伴 说是丫鬟 其实情同姐妹 翠翠此刻正在小姐的闺房中 听小姐诉说自己的烦心事 原来 父亲已经已经通过媒人 向李秀才家表明 结为情境之好的意愿 李家自是一口硬承 求之不得 周家的才是 周小姐的美貌 都是有所耳闻 双方商定 在下月十五 为两位新人完婚 在古代 父母之命 媒妁之言 婚姻大事 便是板上钉钉 周小姐纵是对表哥一片深情 对李秀才有千般不情愿 也只能披上盖头 坐上花轿 嫁到李家 但聪明过人的周小姐 心有不甘 想到戏曲中有女驸马 女扮男装 冒充驸马 我何不让翠翠也假扮我 替我嫁到李家 至于父亲那边 只要目以成舟 也是无可奈何 再说 李秀才从未见过我的容貌 又岂能知道真假 周小姐便对丫鬟翠翠 小之以情 动之以礼 说到无奈之处 不免泪水连连 翠翠不愿小姐伤心 也感念周家的收养之恩 不得已硬着头皮答应 心里也是七上八下 忐忑不安 曲青的日子很快就到了 就这样 丫鬟翠翠李带桃姜 冒充小姐周乔乔 坐上了花轿 被抬到了李家 新婚之夜 李秀才挑开红盖头 第一次见到自己的妻子 很是兴奋和欣喜 原来翠翠虽是丫鬟 但也是二八方铃 容貌不俗 到周家后 因是寄人篱下 所以敏感懂事 不仅为人情快 而且跟随小姐 也暗地里十字读书 李秀才面对人生的四大信誓之一 自是要迎师作对来庆贺 也听说过周小姐聪明善对 望着红霞满面 娇羞可人的新婚妻子 李秀才边吹灭红烛 边迎出一连 微笑吹灯双得意 此情此景 此连乃是绝配 翠翠略一沉思 知道从今晚就要告别女儿身 身为人妻 含羞对道 含羞姐带两吃情 鸾凤和鸣 软玉温香 月以西晨 都说好的女人是男人的大学 得到闲内助脆脆帮助的李秀才 既能一门心思扑在学业上 文章诗词皆大有长进 又能在闲暇之余 享受到家庭的温馨 这不 在冬日的一个午后 李秀才读完 中庸 在炭盆边烤火休息 那木炭随着火的燃尽 由黑色变为白色的炭灰 翠翠给李秀才送茶 看到此景 迎道 嘿嘿白炭 此连 黑白相对 很是巧妙 李秀才望着眼前贤惠的妻子 随口答道 嫩嫩老婆 真乃绝妙对脸也 嫩与老也是意思相对 也符合此情景 用得恰到好处 夫妻俩相识一笑 心中温暖无比 人生得此嫌妻 福复何求 第二年的秋天 志得一满 胸有成竹的李秀才 在三年一次的秋为考试中 过关斩将 中了举人 骑着高头大马的 李举人风光无比 旁边的妻子脆脆 笑叶如花 再说周家 周老板知道女儿的荒唐操作之后 勃然大怒 但生气归生气 此等丑事 必须瞒在家里 倘若被人知道 李家悔婚 旁人笑话 自己还有 和颜面面对邻居 经营生意 自己白手起家 从米店伙计做起 一步步将米店做大 靠的是为人踏实 诚信经营 此等骗婚之举 若是被人知晓 还有何人会相信自己 女儿 有眼不识经相遇 自己是无可奈何 还好脆脆能有此福分 总算还有一丝未及 眼下之际 是如何让乔乔 尽快嫁人 好进行遮掩 就这样 周乔乔阴差阳错地 嫁给了自己的表哥 乔乔自是欣喜不已 觉得还是自己的主意巧妙 才能成其好事 只有识人无数 阅历甚广的周父 暗自哀叹 那乔乔的表哥 空有一副好皮囊 实为空心枕头 且为好色之徒 果然不久便得到应验 对周乔乔失去新鲜感的表哥 从青楼又取回一美貌小妾 将乔乔晾在一边 失望不已的 乔乔坐了一连 来感叹自己的心境 有客打床惊我梦 无人半寝度春宵 希望丈夫能看到自己的一片心意 及时收心 但是一时的人心一改 其本性却难移 谁知道往后的日子 又会是什么样呢 缘分真的很奇妙 周家千金周巧巧 花尽心思 终于嫁给了自己的一中人表哥 却只能独守空房 而赶鸭子上架 替代小姐嫁给李秀才的丫鬟脆脆 却成了人生赢家 春风得意 有人会说 冥冥之中 有一只看不见的手 在点着鸳鸯土 我要说的是 古代的父母之命 媒妁之言 虽有封建的成分 禁锢了女孩子的自由 但是客观上也成了美满婚姻的保证 要不 当今离婚之人 怎么会如此之多 婚姻就像在有限的时间里 在一片陌生的树林中 寻找最高最大的那棵树 如何去找 什么时候该停 当事人 当事人根本没有经验 但是父母不同 他们都是有寻找的经验 但年轻人 又有谁能认真听取别人的经验呢 好了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次见